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磁场 华为高端手机一直都是国内用户关注的重点 尤其是华为Mate 40系列手机后 国内用户都期待华为Mate 50系列赶紧上市 因为华为Mate 50系列已经推迟了一年多了 而且华为Mate 40系列仍不好买到 再加上于成东都明确表示 华为手机的供应链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以后想买华为手机上都能够买到了 关键是5G也能实现 据悉,华为Harmony S3系统发布后 关于华为Mate 50系列手机的消息就层出不穷 如今,外观、芯片、5G、时间等均被确认 华为Mate 5带来的惊喜有点多 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 Mate 50设计与规格 首先是外观方面 消息称,华为Mate 50系列将会有两种设计 其中Mate 50采用屏幕打孔设计 类似华为P50 Mate 50 Pro则是小齐刘海设计 屏幕方面 Mate 50采用是直面屏 Mate 50 Pro将采用曲面屏 它们都为120Hz刷新率 华为Mate 50系列的背面采用圆形四摄组合 相比华为Mate 40系列而言 华为Mate 50系列的相机更加紧凑 Mate 50系列还将采用自研的麒麟NPU芯片以提升性能 至于5G方面 华为Mate 50系列也是支持5G 不过,其采用的是5G通信壳的方式 消息称,华为Mate 50系列上市的同时 适配华为Mate 50的5G通信壳也将随之上市 据悉,5G通信壳已经适配华为P50 Pro等机型 其是通过ESIM卡与华为手机的主卡相连后 手机上就会5G信号 便可以实现5G上网等 目前,适配华为P50 Pro的5G通信壳已经上市 华为Mate 50系列上市后 适用于该机型的5G通信壳也会上市 华为Mate 50上市时间 消息称,华为Mate 50系列的上市时间可能是9月7日 虽然华为官方还没有正式宣布 但各种渠道的消息均指向9月7日 另外,华为Mate 50系列也是想赶在苹果iPhone 14系列上市之前 毕竟,这也是华为的一贯作风 当然,华为Mate 50系列带来的惊喜也有点多 据了解,华为Mate 50系列的主要亮点将会在自研的麒麟 PU芯片,华为Smash影像技术,以及华为鸿蒙系统 软硬结合将是华为Mate 50系列的主要亮点 华为通过多项技术 让高通芯片与Harmony S3.0系统深入融合 进一步提升了操作流畅度等 根据华为发布的消息可知 鸿蒙3.0能让华为P50 Pro的滑动流畅性提升18% TOP应用操作响应速度提升14% 以及应用启动速度提升7% 让华为Mate 30 Pro再用3年 这就是华为实现软硬结合后带来了实质性效果 所以说华为鸿蒙在Mate 50系列也带来的惊喜不少 华为Mate 50系列首发 Smash影像技术 在前半年时间里就有传出消息 华为即将与莱卡合作结束 果然,在小米12系列发布后 它与莱卡就建立了新合作 并在手机上也贴了莱卡的标识 这让小米在影像领域也更被大众容易接受 为什么这样说 要知道莱卡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相机品牌 如果你对莱卡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就一定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相机制造商 它来辅助手机 那摄影能力一定有巨大提升 那么当下华为的现状如何呢 在与莱卡结束后 华为就立即宣布了自己的全新影像品牌Smith 作为新的影像技术 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虽然Smith是华为新成立的影像部门 名字听起来也挺陌生 但就现在华为官方回应 Smith一旦到来 下一代智能手机将在影像领域带来突破 那也就意味着Mate50系列将首发该影像技术 我也很期待其中的摄影效果 Smith影像技术是华为的杀手锏 现在我们仅是通过词汇了解了这个东西的存在 实质上好不好没人知道 因为它还没实质出现 参考华为在上一次的产品中P50Po 计算光学的到来就非常强悍 这是华为的前沿技术 尤其体现在拍照能力方面 通过算法来弥补光耗散问题 最终实现还原接近真实的成像效果 好吧 说这么多也没能了解个啥 不妨我们还是来看看 往年华为都在影像方面做了些什么 就知道今年的动机了 回顾一下 华为P9在当初发布 就宣布与莱卡合作 还采用了后置双摄 这在当初非常新颖主流 摄影能力从此开始起步 接下来再到华为P10发布 华为这次带来了人像摄影模式 让拍人向开始与众不同 在往后华为P20系列降临后 我们首次在手机见证了超级夜景拍摄 你还记得那个宣传吗 在到下一代P30系列发布后 华为首次带来前望式镜头 这是具有多倍光学变焦能力的手机 变焦后画面依然清晰 然后就有了P30PoPi月亮的习惯 然后再紧接着是华为P40系列 这一次华为带来了更强的前望式镜头 具有10倍的光学变焦和100倍数码变焦能力 再直到华为P50系列出现 带来了计算光学 然而在今年 我们即将看到的是Smitch的影像技术降临 这一切都在逐渐变得更好 所以华为Mate50系列的影像能力 我们无需过多怀疑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见